周永康 陳豪輝 我相信因為一個小時之內 大概就是一個小時之內 就是其中一部 影響香港現世最深遠的法律 就是如是歸則就會被改到面復前面 我自己在這一年來 都是在珠海敵議員的辦公室工作 今次我們和大家一樣都已經進了船 不能夠阻止保和國 去大規模破壞香港其中一部最重要的法律 的確是我們的責任 我認為今晚 無論我 無論在一邊開會的內部議員 還是在直播的香港市民 還是已經集了很多日的各位 今晚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命題 要處理 很多時候認識我朋友 甚至我Alex都知道 我是一個很暈的人 我是一個很暈景的人 保皇黨 北京 習近平出的那一招 就是要把香港的民主運動 綁盡殺絕 就是要拿走 香港的民主運動 無論從制度內 制度愛 街頭女 街頭愛 很多很多我們原本應該擁有的武器和權力 但是他願意這樣做 我很硬頸就心想 就是表你 一定不可以認輸了 一定不可以認輸了 是不是 一定不可以認輸了 是不是 人家是有權力有資源 我們可能有權力有資源 比他們少很多 但是他願意 是要這樣消滅打壓 對付香港的民主運動 我覺得 我們最一定要把這一份 你說挖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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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牽住他 雖然今天 可能會輸得很慘 所以未來一年 可能會有很多很多的大將會出現 但是我依然認為 我們是沒有了方法去對付建制派 去對付23條立法 對付一定兩點的議案 其實整個人的立法室 是將會改變了 不是說 由一條惡法過來 我們可以在那時候 抵得住還是抵不住 而是整個立法會 無論是法委員會 無論是財委會 無論是批錢的 或者是批法律的 從今天開始 都一定是需要 做一個戰爭狀態 無論是我們統一的法案 我們不同的法案 因為我們都是一定要 所謂積極審議 不要說拉布 好像鄭永迅這樣說 我們要分秒必真 我們一定是會 用盡所有的方法 在越來越縮拆的空間裡面 繼續去對抗下去 這是一個時間的遊戲 不是說一條惡法來到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資源去頂住 那麼簡單 如果我們要頂住的話 就由今晚開始 由明天 一個全新的立法會 一個不知是怎樣的立法會開始 就一定要開始這個工作 裡面的議員的權力 都是沒有有限 裡面的權力的議員 裡面在裡面開會的議員 可能會不會有限 這個場仗 一定是要由我們一起打 導致我給自己的期許 給自己的任務就是 人家將我們 趴得越緊要 人家將我們 越踩越上胸口 我們就一定可以放棄 一定可以被任由踩下去 這個是威權政府的Adapter 這個是威權政府的任務 威權政府 就要將我們消磨我們的意志 要將我們變成信民 要將我們變成 沒有反抗力 沒有意志 北京說什麼作為信民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有這份棍 有這份爛頸 人家越欺負你 你就越要放下去 這個是我們一定要告訴自己 一定要做到的任務 雖然今晚一定會很難 一定會很艱難 可能未來一個月 兩個月都會很艱難 但我們也將這個說話 待會提醒自己 待會提醒自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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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北京都遊行,可以啦 很多謝阿輝仔阿輝和我們做的分享 今天見到這麼多位朋友在這裏 其實都很開心 因為大家都是關心 收到這些規則 希望支持自己 支持在這場席裏面 一直很努力奮戰緊的朋友 我想是因為一個原因 大家才會出席在這裏 我想是看到的朋友 大家都是一情深 大家都希望事情可以變得更加好 剛才在來到的過程裏面 一邊見到不同的朋友 大家都不見有的問候 都會問我近來的情況怎樣 好不好呀 在裏面受到的對待是怎樣 我覺得這些關心 我們這些互相關懷 在今天香港 我們面對的情況 是尤其重要 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整個遊戲 都是非常之不公平 亦都是非常之不平等 亦都是非常之聽證 所以每天可能我們 張開眼 起來就會覺得 哎 我世界好像又差了這樣 在這樣的時刻 我相信 我們聚在一起 為什麼是各自相守護自己 或者守護我們身邊的人 是尤其重要 令到我們內心 可以有更加多的力量 來繼續走下去 今天 議事規則修改 很快可能會通過 這件事情 不是今天主令發生 這件事情發生的原因 是一年前 連半年 我們可能已經 是決定了 它會有一條這樣的軌跡 過去一年 連半發生的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 可以很大力度去改變 因為它已經發生了 但是今天這一刻 我們決定怎樣走下去 以至下一刻 明天 以及半年之後的補選 一年之後 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 我們怎樣重新打回 一些漂亮的症状 我相信這些 是我們今天開始 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們都相信這些 是在座朋友 大家都會期盼發生的事情 因為我相信 很多 令人新冠意難的事情 每天都發生的 但是怎樣 我們在這樣的時刻 是可以震撞 或者是可以一起守望 繼續堅守不同的陣地 繼續走下去 我相信我們一定有 新的目標 新的展望 這樣我們才可以 巡視路向 煙毅地走下去 今晚的時間 可能還有 一批的朋友會來發言 我覺得 難得大家今天聚在這裏 其實我們都應該 是很好玩的 這個時間 應該會令到我們 互相明白 在我們身邊的朋友 其實是因為 什麼原因而來 也都因為什麼原因 明天是會繼續奮鬥的開 我相信我們 民主運動 從今天開始 我們都覺得 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們重新 聯繫回我們身邊的 每一個人 我覺得 這個對我來說 非常重要 而且對大家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只有當我們全部人 都要重新 組織回一齊 凌聚回一齊的時候 相信對於下一場仗 無論是 補選 區議會 選舉 還是其他大大小小的議題 我們才會有動力 以及意志 是會繼續走下去 或者一起 堅持 一起 共同繼續萬進 希望今天的朋友 我們今天在這裏 聚在一起 就不要獨自一個人 繼續回去自己的陣病 我們出一圍 每次打更多的朋友回去 讓我們每一次都可以累積更多的人 我相信我們 我們整個民主派的朋友 都很希望這件事可以實踐到 並且會將它協助實行 但這個月 相信只是單靠 譬如 婚仔 或者我 兩個人 的願望是不夠 也都需要這裏 每一位朋友 去發一個願 讓我們知道 究竟我們未來 想走的光向 想見到的圖像 想見到的陣形 是如何重新振作 這樣起來 是如何重新振作 所以很感謝 這麼多的朋友 今天也有出席到 這場的集會 我都很希望 我們多謝 這麼多出席的朋友 因為你們的出現 都令到我受到鼓舞 因為我之前會見到 就是 有一些朋友 在這麼艱難的時期 這麼艱難的時刻 他都依然 是會 是在這裏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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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卓平 很厲害 對 好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自己 支持身心的每一個人 一起繼續行下去 我們都已經同路了,不是很幸福之平安芳